输油泵吸油能力的检查,可使用油管将输油泵进油口直接连接至一米以下的一个专用柴油桶。 拆掉输油泵出油管,用手油泵吸油。 若在30次以内不能将柴油从油桶内吸上来并压住,则吸油能力不良。 进行泵油能力的随车检查时,拆下输油泵出油管,用手油泵泵油,若油柱粗,无气泡,出油级,且能窜至50厘米以上为好。 检查手油泵的性能时,先将手油泵活塞按到底部放,再用食指将手油泵口堵住,然后松开手油泵手柄,看手柄是否会被吸住。 若手柄复位,则手油泵密封性能不良。 用塑料管将进油口与油桶连接,进行进出油纸回阀密封性能的检验。 以较慢的速度泵手油泵,看塑料管内的油柱上升情况。 若油柱一上一下来回升降,则进油纸回阀不密封。 应拆下来,在一级以上平板上,用金像砂纸研磨或更换新的进油纸回阀。 继续以较慢的速度压手油泵。 待出油口由油压出后,将手柄在最低位置锁住。 看出油口的油平面是否会下降。 如果有明显的下降,则出油纸回阀不密封。 看出油纸回阀。 感谢观看